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1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战法 尽管外界总认为 加拿大的情报机构行动实缓 但其实一切都在秘密行动中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 拥有一份关于中共领事馆官员 赵薇的重要反情报档案 据两名国家安全官员来源称 自2020年以来 CSIS已与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分享了关于赵薇的相关信息 该部有权驱逐从事非外交活动的外国代表 来自CSIS的消息人士表示 自2019年得到美国情报后 就开始监视赵薇 据一位国家安全消息人士称 本周早些时候 因干涉加拿大政治 而被勒令离开加拿大的赵薇 在2019年成为CSIS人身监视的目标 因为根据信息安全法 有被起诉的风险 环球邮报同意为消息来源保密 消息人士称 赵薇负责追踪大多伦多地区 已知的中共反对者 包括法轮功学员 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以及藏独和台独支持者 消息人士称 赵薇及其代理人 为持不同政见者拍照 监视他们举行的活动 记录他们的身份 并将信息发回给 中共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 消息人士此前曾向环球邮报称 赵薇是疑似情报人员 该消息人士称 有人观察到赵薇在多伦多 会见了自由党国会议员的 一些选须职员 其中包括国际贸易部长 伍凤仪的助理 赵薇要求其中一些政客助手 让他们的国会议员 远离亲台湾的活动 一名与伍凤仪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 这位部长的助理 可能是在中共领事官员 经常光顾的华人社区活动中 认识赵薇的 环球邮报没有透露此人的名字 因为他未获准公开讨论此事 据消息人士透露 赵薇2018年抵达加拿大时 CSIS已经有一份关于他的档案 据一名前国家安全官员所说 相关的信息来自 美国情报机构 加拿大的通信安全局 他的名字不能曝光 是因为有被起诉的风险 两名国家安全消息人士称 CSIS于2020年开始 与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分享有关赵薇的敏感信息 CSIS有一份可考虑驱逐出境的 外交官名单 这些外交官被认为 在正常外交职责之外 参与了外国干预和威胁活动 CSIS前反间谍部门经理 现任沃泰华大学专业发展研究所 国家安全项目总监 Dan Stanton表示 CSIS不仅会将赵薇的相关活动 向全球事务部报告 还会向书密院办公室 或其他人报告 前江大驻华大使赵普表示 此类CSIS的情报 是按需要分享的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有麻烦的外交官名单 会定期更新 全球事务部有自己的威胁 评估和情报服务 还说 很明显 CSIS一定有一份 关于赵薇的非常厚的档案 如果CSIS有权利的话 那份名单上的很多人 早就被驱逐了 保守党国会议员 Michael Cooper表示 政府本应更早将赵薇驱逐 环球邮报今年5月1日报道称 国会议员庄文浩 2021年在国会发起一项 谴责中国虐待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动议后 赵薇参与了试图恐吓张文浩 及其在香港家人的行动 一周后 外交部长赵美兰宣布 赵薇是不受欢迎的人 中国次日宣布其报复行动 驱逐了加拿大驻上海的领事 Jennifer Lynn Lalonde 赵薇已经于上周六离开加拿大 据悉她是自1977年以来 第三名被驱逐出加拿大的中共外交官 当年有两名中国外交官因试图渗透 一家中家组织而被驱逐 据赵普所说 另有一名中共外交官曾因间谍指控 于2011年悄悄离开了加拿大 据《环球邮报》1月报道称 CSIS观察到 赵薇与前安省自由党内阁部长陈国志会面 陈现在是万锦市的副市长 据第一位国家安全消息人士称 2019年陈国志与赵薇进行了多次会面 CSIS2020简报将这些会面描述为秘密性质 且与选举有关 据消息人士称 同年CSIS观察到陈国志和他的同事 在一家中餐馆与赵薇和多伦多前副总领事 庄耀东会面 消息人士称 CSIS认为庄耀东处理了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以外的安全文件 台湾成品书局的读者表示 日前接到自称该书局的电话 但内容竟然是为中共统战台湾做宣传 专家指出 这是中共对台湾认知作战的新手段 一位杨小姐购买了阿贡打来怎么办一书后 接到自称成品书局的回访电话 但杨新慈表示 电话明显来自中国大陆 并带有强烈的统战意图 自称成品书局男子说 你对这本书有个人看法的话 我们是想跟你聊一下 中共方面它肯定是实力很强的 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曾建源表示 这表明中共在香港的统战计量重视台湾 曾建源说 看得出来 这个认知作战有了一个新的形态 读者 购书者的这个资讯 有可能外泄了 但这个有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 过去在香港铜锣湾书店 就已经发生过购书的读者的名单 并成中共收集情报的对象 曾建源表示 阿共打来怎么办是台湾的畅销书 能有效破解中共的认知战术 曾建源说 被打电话恐吓的这个人 他并没有认真看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对这些问题 他都做了分析 该怎么去认知这些问题 怎么去因应 当中都说得清清楚楚 所以其实买过这本书的人 如果真的把这本书读了 对这种恐吓 是会有很大的免疫力的 台湾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 兼任教授李友谭周一表示 中共通过电话搞统战 企图破坏台湾的民主选举 李友谭认为 中共已经脸都扒下来了 他也不怕我们知道他是流氓 他说我就是要打你 你一定要投降 你一定要跪下来 你一定不要再投给民进党 他就是要让台湾人普遍产生恐共 他的目标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影响台湾的选民 不敢再将选票投给民进党 就是从内部渗透 李友谭分析 中共害怕武力攻台会导致共产党垮台 转而实施恐吓为主的认知战 李友谭指出 因为中共非常清楚 他们现在用武力打台湾的话 他们没有这个实力 他们害怕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 联合起来支持台湾 也害怕他们打台湾 自己共产党会垮台 所以会实行恐吓台湾的这种战略 其实打买骗下四个战略都同时来 但现在实施以恐吓台湾来产生选票转移的战略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公告 63岁的梁立堂上周二被捕 15日周一被司法正式指控担任中共卫生报的特工 他涉嫌在2018年到2022年期间 向中共当局提供有关波士顿华人社区成员 支持台湾民主的信息 他尤其被指控向北京传递了一个 涉嫌破坏中共国旗的人的名单 还有一个参加支持香港示威活动家的偷拍金视视频 以及多个中国异见人士的金视照片 据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官员马修·奥尔森评论说 我们不会容忍中共努力影响公共话语和威胁 在美国的共鸣参与权利 法新社说 梁立堂面临最高10年的渐进 有分析表示 梁立堂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中共特务被抓 文字语与言语在中国愈演愈烈 一不小心很可能就会使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据报道 中国脱口秀演员House Pito 近日在演书中遭五毛观众投诉段子台词侮辱音烈 网络上出现抵制声浪 House Pito在15日被迫发表道庆声明 表示会停止演艺活动 深刻反省并重新学习 他承认自己犯了错 深感愧疚与后悔 有观看13日脱口秀的网友发文称 House Pito在段子说自己领养了两条野狗 这两条野狗给他的感觉很不一样 他见到这两条野狗的时候 他们正在追松树 别的小狗让他感觉很萌 很可爱 萌化了 这两条野狗让他想起来八个字 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该网友称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这八个字让他不是 认为House Pito侮辱了人民子弟兵 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曾出现在2022年的人民日报上 标题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主旨为阐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House Pito所属效果文化声明 将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加强对演员的培训与教育 此前 中国曾有多人为此进了监狱 著名记者罗昌平因为对电影《长津湖》的不同评价 而被当局判处7个月徒刑 德国内政部发言人5月15日本周一 在一次例行新闻会上说 安全当局仍然认为 中共在德国有两个海外景桥服务站 他说 这些景桥服务站并非有固定地点的办公室 而是流动设施 有中国公民和非中国公民代表中国政府执行公务 路透社报道说 柏林去年11月曾呼吁北京关闭在德国的 违背德国主权的警战 德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中共方面2月初回应我们说 这些中方所称的服务站已经被关闭了 近年来 尽管中共继续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德国对北京越来越感到警惕 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共的双边关系 此外 路透社报道说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可·梅迪·西诺 5月14日告诉一家加拿大电视台 加拿大可能有更多的中共警察站在运作 几个月前 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蒙特利尔的两个社区中心 是否被用来恐吓或骚扰华裔加拿大人 今年3月 加拿大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蒙特利尔的这些中心 本月早些时候 加拿大媒体报道称 尽管梅迪·西诺部长声明 加拿大的所有秘密站点都已关闭 但这些中心仍在正常运作 中共否认干涉加拿大事务的指控 4月17日 两名涉嫌在纽约经营中共秘密警战的华裔美国公民 被控受中共政府指使威胁赞美的中国异议人士 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一天后 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说 美国正与国际伙伴进行广泛努力 以打击中共政府主导的影响力行动 华自强4月18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政府了解中共在数十个国家境内进行跨国执法 美国正透过公共外交与私人外交管道 与发现相同问题的伙伴国合作 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发言人华春莹又在推特被轮殴了 5月13日在推特上发了一张 投资于人民vs投资于战争图 将中共与美国做出最新的对比 称中国照顾人民 美国则花大钱发动战争 进中共环球网微博转发后 引发超过万名网友回腔 要求全民免费医疗 不过留言已被删除 只剩60条小粉捧中损美的留言 但推特的原始留言 仍有人腔华春莹是每天睁眼说瞎话 谎言的制造者 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5月14日指出 华春莹推特发图对中美做出最新对比 中国投资于人民vs美国投资于战争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多达1.7万条的评论区 却被民众要求全民免费医疗的呼声掩盖 华春莹在推特的原始发文 因为中共网管不到 回应仍将近2000个 有推友留言痛批 你们投资人民 中国就不会有右翼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的老百姓了 谎言的制造者 还有网友说 70年来教育仇恨 敌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我手头还有小学教科书为证 飞虎对元华就没有 还好意思说自己热爱和平 还有所谓抗美援朝 明明朝鲜是侵略方 还整天说美国侵略 朝鲜的核弹技术怎么来的 还说自己没有投资战争 还有网友嘲讽 不要和美国比呀 美国那么牛 应该和幸福度常年第一的朝鲜比 你女儿在美国还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